你相信癌症末期还是可以逆转的吗 我一个病人是卵巢癌第四期转移到颈部的淋巴 经过他战胜癌症至今八年都没有复发 今天邀请到刘伯仁医师来告诉大家 只要做对几件事 就可以提高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哦 爱有抗病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医师呢 也是我们非常信任的就是刘伯仁医师 因为医师每次来跟我们分享 无论是像基因或营养功能 上一次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讲的是癌症 对癌症 因为台湾现在是每四分钟就有一个人离癌 这数字很惊人的对 那因为上次我们影片有点短 25分钟就下面留言 都想要知道就是说 癌末实际上呢经过这种适当的医疗行为 还是有可能逆转 这是真的吗 是 所以我跟你讲一下我们癌症有什么区别吗 一二三四级嘛 假设到安宁病房已经真的是转移已经不行了 事实上很多所谓第四级的来讲 我们也不能叫癌末 我一个病人是卵巢癌第四级转移到颈部的淋巴 当初我跟他鼓励 他经过积极的治疗化疗 加上我们的营养疗法 也积极的面对人生 他现在这八年来完全痊愈了 至今八年都没有复发 那当然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不要被什么一二三四级打败 我再讲另外案例给你听 就是说好 我们不要说一级的病人就非常安全 因为我曾经处理一位法官 其实那位法官 那个是十几年前的故事 他是因为鼻液案来找我们 鼻液案一级是致力非常高的 就没想到我们治疗完之后 预后非常好啊 但是那个每天进来看门诊 就是愁笼满面心情非常不好 然后他过来压力非常大 家里的事情 法院的事情很多 结果呢 过了半年之后回来 没想到居然一剪他骨头转移 很可惜 我们在肿瘤可以说 怎么会那么快 我说没碰过 其实我觉得那个很典型的案例 就是说 他心情沮丧 影响到了他的免疫系统 所以免疫系统是很重要 所以我常估计大家说 你不管是几期 那个只是一个 我们医生给你做一个划分 但是呢 你的情绪很重要 你必须乐观 营养都非常重要 对 其实医生这样跟我们讲完以后 会增加很多信心啦 是对 上次那一集来讲解完之后呢 有好多哀悠都说 哇好想再听得更深入一点 是对 今天呢 其实刘医师也要告诉我们 很多哀悠们一定要知道的是 我们该怎么吃 是会比较妥当的呢 第一个少量多餐 你可能那两小时想到了吃一点点 吃不下去就放下去 好 不过两三小时 一点点再吃 如果假设你可以真的三餐 规定那是三餐进食 否则的话你就少量多餐 然后呢 尽量饮食要清淡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要吃很这个重口味了 重口味假设你口腔已经溃疡了 我们的肠道也不健康了 你在吃很重口味 那有时候肠道连扣很严重 有突然拉肚子啦 有时候会增加血便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 清淡的原则 那当然吃饭的速度 宜慢 睡前不宜过饱 好香化 对没错 因为很多人来讲 做完化来之后 他常常胃食到你们会受伤 而且非常容易胃酸里流 如果你吃得很饱 我遇到一个阿姨就说 他儿子每次加睡点 再多吃两个蛋吃什么 吃到就躺在睡觉 马上胃酸里流 结果隔天胃痛的要死 又吃胃药去压他 所以千万不要吃的 睡点不要吃太饱 针对这个少量多餐 饮食清淡这个呢 还特别也准备了一道食谱 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切到这道 干杯香菇鸡肉汤 那我们准备的食材 就是可以带骨或去骨的鸡腿肉 大概150克200克都没有关系 另外呢 我们在干杯你可以用准备干的干杯 或者有新鲜干杯 把它切一片或切块状 干香菇大概是20到30克 因为干香菇来讲 它比试香菇 它的维生的低涂含量会比较高 那当然红杂来讲 我们就三到四颗 里面有些红杂的多糖还不错 那地瓜准备一小颗 那地瓜我们会准备之后 会把它切的丁状 小片状都可以 它会增加这个烫土的甜味 另外我们准备一点姜片 因为我们在很多人做画放鸟的时候 常会恶心或恶吐 那研究发现用这个姜 露在菜里面 可以抑制它的这种恶心恶吐的感觉 那当我们在 如果说带骨的鸡腿肉 我们可以再稍微烫了大概一分钟 先把这个鸡骨的血水去掉腥味 那等到食材备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个放在这个锅里面去 加足够的水 滚了之后 我们再来可以把它变成小火 盖住好 小火焖煮大概30分钟 30分钟起锅之后呢 加点米酒加点盐 就是非常棒的干贝香菇鸡肉汤 好好喝喔 你喜欢喝鸡汤吗 这次没有很烫 我上次我有提到 很鲜甜 对对对 而且这味道是很能够促进食欲 那这里面我看到了 除了干贝香菇还有鸡肉 那这这一些食材 它具体的功能是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们鸡肉来讲就是蛋白质 所以我们鸡肉来讲很需要蛋白质 就是你的体重 大概假如1公斤大概1克以上 有时候1.2 1.4 1.6都没有关系 但我比较 推荐大家既然用白肉蛋白 鸡肉是很好的方式 然后在香菇来讲 其实它香菇加到任何的材料里面来讲 食材有一个叫甘味 就是甘味 吃起来会非常的开心 就会有胃口 但这边我加点干贝 干贝也是有点这个所谓甘味 其实在这两个来讲 对一些癌有食欲不好 它会促进 比如说地瓜等等的问题 它可以等于取代我们的糖 因为我们不太希望癌有吃太多糖 然后地瓜啦或红枣都是不错的 在用这种真材料食材 来提它的糖味 这里面有香菇 那不是说香菇会发吗 OK 很多人讲发物 留意是什么发物发物不能吃 有毒 对对 他们常常有毒 我碰过人说什么鸭肉有毒啦 茄子有毒 笋子有毒 芒果有毒 对好 这是其实发物或毒物来讲 我们用现代科学来讲 就是过敏的食材 如果假设你对东西有过敏 那就不要碰 那因为我们谈过很多 就香菇来讲 它本身有多糖体 它有维生的低兔 对人的免疫系统是有好的 除非说你假设有这个比较 自体免疫基因非常严重的病人来讲 就不要吃太多的香菇 但是少量香菇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谓的毒或发物来讲 就你没有过敏不要太担心 可是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这边有讲到少量多餐 但是胰岛素上面的调节也是很重要 会建议大家最好一天把那个 一餐都集中在那个时候把它吃完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又是希望少量多餐 我们有两个理论 第一个来讲 你刚刚提到也没错 因为我们讲胰岛素主抗就是 我吃饱了呢 然后胰岛素会上升 这个主抗有时候会增加 但是很多癌友 我们也写说少量多餐 是很多癌友吃都吃不下去了 你要他一下吃他可能吃不下去 我们宁愿你的少量多餐吃下去 在化疗这段期间 让你的能量跟我们的所谓蛋白质 跟内量摄取充足最重要 你不能因为说 我叫你为了胰岛素主抗 避免它 而叫他只吃一餐会报受 所以如果假设你的情况是非常好转的时候 一天三餐两餐都没问题 但是你在化疗期间 真的吃不下咽的话 又为了能够抗癌成功 就必须少量多餐的原则 但是长期我们也不太适合少量多餐 你在化疗总是一个 比如两月三月finish完成之后 就开始按照我们一般饮食 两餐啊三餐啊或健康性断食 这样就没问题了 对 可是另外啊 我觉得我很好奇 就有一些人会喝精力汤 对 那甚至还拿精力汤来取代正餐 律师你怎么看 今天他讲我完全不反对 但今天他有几个事情要注意一下 就是里面的我们讲因为他强到这大量的质化素 对 他可能也会加一些所谓的膳食的纤维 或者是加一些蛋白质粉 好 我没有意见 但是要尽量要注意一下 因为癌有化放疗期间 常常白酒会非常低 低的时候呢 你万一感染到一些像 A肝啊就A型肝炎或者一些细菌感染 反而造成一些败血症细菌血症 所以我们在喝精力汤同时来讲 请把你的蔬菜稍微烫一下 不要太生也不要太熟 水果来讲还是稍微把果皮去掉会比较好 癌症在抗癌期间的话 低糖优质高蛋白原则 就是蛋白质一定要拉得非常高 所以原则上来讲 精力汤是可以用 但是就是说要注意它 尽量少生殖 刚刚医生也有特别提到嘛 这个饮食一定要低糖嘛 那其实呢 我们之前有观众的下面提问就是说 那既然癌症很喜欢糖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 癌症的专用饮品它都很甜耶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你讲 桑华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常被在诊间病友challenge好 我们在癌症很多非常虚弱的时候 比如说它插的鼻液管 它已经虚弱了 它吃不下去了 这时候商业的管罐配方 是非常好的一个利器 它从我们鼻液管 或者叫我们患者吃下去好 那它有个原则就是说 好我用这个糖的热量高一点点 来让你的热量提升 光蛋白质快速提升热量 有时候不太容易 所以在有些商业配方会加一些糖 但确实 糖又会容易被这个癌细胞利用 所以我常跟我的朋友讲说 如果假设你要用这些商业的配方 建议就是还是从低糖的商业配方去 如果除非说真的是很辛苦 吃不下去 比如说灌食 它热量的涉及不足的话 那个含糖的商业配方只是一个 还是过度的手段 我特别强调就是家属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的 你知道生病的人 跟照顾的人 两个在我面前在fight 在争执 我看到有些那天还有一个妈妈 坐在旁边就不想讲话 那那个女儿在旁边 女士你看 我看你家要吃饱吃饱对不对 我说对不对 妈你要吃饱 那妈就说 你每天说这样 我就不吃了 起到要死了 就心血很不好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要鼓励妈妈 但是不要说用你的角度 她真的是吃不下去 我们要将心比心 我没有做过化疗 你不知道做化疗的人是很辛苦的 所以你要在旁边陪伴 倾听 我们会知道 大家就是在这个用餐前 有些的这个身体的一些 我们不管是从按摩的层面来讲 可以促进它一些食欲的方法 按摩哪里啊 我们在化疗期间 放射治疗也是一样 在用餐前后 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升阶场 横阶场降阶场的方式 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以各位看我的方向 有点像这个所谓的顺时钟 有这个方向去绕转 然后呢 因为这边是肚脐叫神圈 上面有个中管穴 大横穴 气海穴 各位不用太在乎圈圈大小 我们可以小圈 慢慢的按摩到大圈 有的时候呢 在餐前餐后都可以做一次 一次可以做到20到3下都没有关系 如果在卧床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请家人帮忙做这个动作 但是呢 如果讲腹部有在做手术的朋友来讲 就先避开 做的时候呢 完了之后 你的肠胃蠕动会稍微快一点点 对食欲来讲 出品是有帮助的 另外我再介绍大家一个穴道 就是叫足足三里穴位 它在我们膝盖外面 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叫外膝盐 那我们比四指幅下去之后呢 碰到这个骨头再往外1.5寸 这地方有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 那自己本身或可以请家人呢 在你用餐前后 帮你稍微按压 按压10次 20次都没有关系 那如果假设呢 自己来讲也可以用敲打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吃饭前或吃饭后 这个穴位 我们就要敲打 那双侧都可以敲打 敲打大概100下之后呢 它会启动我们穴位 对肠胃的蠕动会有一个增加的效果 所以不妨大家可以试看 从足三里的这种所谓按摩 自我按摩来增加肠胃的消化道的这个功能 上次其实医生有特别提到 我们一定要多多摄取五大营养素 才可以提高存活率 包含了微生命C啊 还有呢我们的C 还有鱼油姜黄跟D3 那还有没有哪些营养素是 其实大家也可以多来补充 并且分量上面又该怎么来抓呢 蛋白质从食物当中摄取不足的时候 那就可能要靠一些蛋白质素 他们很多的一些商业配方 譬如说假设60公斤的人 我们讲一般人我们就60克 可是鱼油为了抗癌成功 有时候他必须要多一点点 可能80克甚至100克 所以有必要的话 假设你这一般肉也吃不下去 好有人就说我偏素食 我海鲜也吃不下去 好那就把蛋白质素呢 另外额外补充 再来铁 其实铁来讲是矿物质 现在越来越红的一个东西 在去年有个非常大的欧洲研究说 你知道我们在打一些化疗 有些像顺博 这种所谓化疗是很毒的 很容易伤到肾脏的 结果他发现 居然在这些化疗病人 打这些化疗的时候 给他同时使用铁 有些是注射的或吃的 它可以减少所谓的肾脏的毒性 让肾脏的这个受损的程度 会减少很多 因为铁离子来讲 它有几个作用 它会让你水管舒缓 舒缓来讲 会对一些血液循环会好一些些 另外来讲它会让我们的质 自律神经会放松 比较好入睡 所以美来讲像我很多的 其实我想很多人看到刘医师 常常讲一些东西 哦 睡不好 刘医师那个吃美还蛮有效的 我很多这个吃安眠药习惯 就不吃就用美的取代就好了 你可以从100毫克去补充 100毫克来讲 就是有些人100毫克吃一吃 睡就睡很好了 但是在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 美国医生一开就是300 500 叫你吃 你就睡得好熟好熟 但我比较建议大家 从100 200毫克去用 那另外B群 其实B群是 不要说我们一般人 其实R有非常需要 里面也像我们讲 从叶酸 B12 B6 这几个都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在造血的时候呢 你在做化疗来讲 常常它里面的这个 所谓造血元素 我们在造血的时候 它取得这个B6或B12或叶酸 它造血造得会不好 那骨髓会容易受伤 所以在我们假设 你从食物当中补不上的话 额外另外补充高浓度B群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像鑫 这个鑫来讲大家听过 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 比如说女孩子 我给大家补心 尤其是我是女生怎么叫我吃心 男生才 对这个 我说错了 我们人体的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生化基短 要需要大量的心 那心来讲 对我们免疫力非常重要 还有它对我们的这个 白曲球的活性很重要 另外记忆力不好 心很有帮助 对所以心来讲 如果假设你 我们在化疗期间 可以轻人医师帮你检测 像心的浓度 太低我们要补充 有的时候20毫克 但是一般我的癌 有时候会看到 真的缺量严重 会补充到40或60毫克 这要请你的专业人士 帮你去处理这块 那最后一个 我再强调一个叫 富西安酸 那这个是有一些小小的争议 因为呢 富西安酸是我们蛋白质 里面20种安基酸 一种非常重要的安基酸 它是一种叫做 条件性安基酸 就是说我们平常 自己身体会有富西安酸 可是当我们在 譬如我假设 遇到重大的手术 我烧烫伤 我在做化放疗的时候呢 我身体缺损非常大 我就需要它 它可以帮助你 整个联膜系统的修复 对白血的稳定度 很有这个好处 那因为以前 成立有专家提出 富西安酸其实吃太多 可能对一些癌症来讲 它那个癌细胞 会用到富西安酸这东西 可是我跟大家讲 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癌细胞利用力 最大还是糖 所以断糖还是第一步 那如果假设 你在有化疗或放疗 口腔扩疗等等 白血低下的时候 一天5克到10克 短暂用是安全的 补充营养素的这些部分 分成这个静脉注射跟口腹 可是我们的理解 好像口腹还是会有一定它的上限 所以是不是静脉注射 比起来是比较有效的 或者是它两者之间 个别有哪些优缺点呢 静脉注射营养来讲 在院是一个 也是我们可以 享有些静脉注射的营养团队 那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除非说 你有放一些周边静脉要辅助的 打那个静脉营养的话 才去用到很强的 这种高单位的静脉注射营养 但在外面我们常常也帮病人 做一些静脉营养注射 里面有B群C啊 或腥啊等等 或骨光肝胎 都是可以协助患者修复的 但是呢 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口腹蛋营养素可以吃 可是呢 你打营养素 确实在血润濃度 是快一点点上升 可是它可能大概 六个小八个小时 就掉下去了 我不可能上滑 我不可能每天一个点滴 在那边给你打 给你打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专业指导下 里面该有的剂量的营养素吃 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 偶尔呢 也许三天五天或一周 请专业医师帮你在 静脉注射補强一下营养素 应该就可以了 还有其实它除了营养素之外 另外它其实吃了非常多的药 那这药三分毒嘛 那到底还 就是怎么样来代谢 或者说 排毒 排毒 对 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戒烟 限酒 少吃成药 我那天才处了一个 口腔癌的病人 它整个舌头整个都挖了一大块 不离开皮绊 然后呢 它居然在外面 说先抽两个音 再进来给我看病 她太太气死了 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很无聊 看到很多 我们还碰了以前 一个做气切的 还用这边呼吸气切 活外病人 他在外面用这地方 吸气 吸烟进去 然后再进来看医生 我觉得人生很苦闷了啦 萨华 你怎么知道 他有讲这种话呢 他进来讲 我吃个瓢肚 我只剩抽烟而已 人家这个乐趣都没有了 但是我特别强调 如果你要命 医生把你清楚开刀 化疗放疗之后 你仍然抽烟 你继续酗酒 那很麻烦 那当然来讲 如果他乱吃成药 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在医院都会监控病人 就是说你 我需要开个药给你吃 其实化疗你很伤肾 如果你假设在吃 很奇怪的成药去吃 那绝对是会增加 这个排毒的困难 那要多喝水 我们谈到了 就是喝水还是一个很多人的灶门 我想就是说 我们常讲成人人就是大概2000cc 尤其在做化疗的病人 因为他有些化疗很伤肾 如果假设你又做化疗又少喝水 今天又要去做电脑断层打了显影剂 我常常碰到病人是急性肾衰竭 所以务必在做化疗期间 或者假设你有做显影剂的造势的话 一定要多喝水 另外十字花刻的蔬菜 大家知道什么青花菜啦 花椰菜 大小白菜等等的 它里面因为含有很多 我们叫做易流青酸炎等等的 这些叫植化素 对排毒特别有帮助 这我们在排瘦化剂都特别常强调 另外就运动跟流汗 国外研究发现 运动它流点汗之后 在那个汗液里面 可以测出一些微浪重因素 还有瘦化剂 所以运动排毒是绝对是有很大的好处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充足的睡眠 我们在肝脏解毒来讲 如果你睡不好 我们讲说你睡不好 大概肝脏去运作解毒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看到瘦化剂的病人来讲 如果他睡得很糟糕 他的一个身体的护原力很差 白酒就会非常低 而且呢讲话口气会非常不好 我说口气口臭的问题 然后呢他的白酒上来很慢 所以充足睡眠是觉得跟解毒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有很多是因为感染 所以说感染的这种 也就是说哪些警讯是我们应该 阿姨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 上个月出了一个阿姨 我觉得蛮 真的让我很讶异 其实她这个子宫内膜癌 开完刀了什么都非常好了 然后有完成疗程都非常好 然后后来她女儿打电话跟我讲说 我妈怎么住院 我说怎么回事跑好的吗 她说发烧 她忍耐三天不想看医生 她回到家看到妈妈脸色 参白在颤抖 然后她送到医院去 然后医生跟她讲说 这个泌尿系统感染 而且引发到肾脏感染 而且败血症 送到ICU去了 很不幸三天就休克就过世了 癌症治疗很好哦 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完了之后 有时候免疫力非常差 也会容易感染 譬如说发烧胃寒 当然我不是说你发烧 这个你马上去看医生 就马上就是 也不是那么恐怖了 但是发烧合并胃寒 我们台湾叫胃肝 这个东西来讲 那个几乎都有感染的问题 那感染来讲 但是我们发烧还有其他 不免疫系统的疾病 但是如果假设 你稍微微烧37.5 38度 如果在家医生给你开点 像我们讲类似 普纳腾的 这个乙气安分 吃一次好 那就无所谓 但是如果超过大概 24小时发烧 有胃寒 不要拖 先到医院去检查 对 第二来讲就是 如果医生开了抗生素 代表说他缺点 有细菌感染 抗生素是有疗程的 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 叫病人吃太多药 但是当有如果 吃抗生素来讲 你就仅遵疗程 否则 它的细菌会养成 抗药性的菌株就很麻烦 当然我们讲 还要注意一些 药物的副作用 因为确实有些 我们的药物来讲 就是他对身体来讲 很多的副作用 譬如皮疹啊 或迷信什么不好啦 化疗恐怖化 也会让你白油下降 那也可能造成感染 所以 我最近当然 癌友就是治疗期间 我们不要说抗癌成功之后 反而造成感染的问题 就很糟糕了 是 医生是不是还是有一些 更激励我们癌友们的故事 可以告诉大家 就千万不要放弃 对 我那天才碰到一个女生 其实我照顾她已经五年了 当初来的时候 是肺腺癌 肺腺癌来讲 就是她做过手术 手术完之后呢 她本来是一边 后来呢 大概过一年之后 她另外一边有一个结结 那一边结结大概是0.8 那医生说要把它切掉 她本来跟我谈很久 我说你 你这个结结看起来是怪怪的 再切 就是另外一个 第二个肺腺癌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鼓励 因为她其实家里很多事情 很纠结 她很不容易放下事情 她老公一句话 她会记得三天三夜 气得要死 我说你的个性 那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谈 我说 你要很多东西丢掉了 我常讲毒素这个问题 有很大的毒 最近你们可能上完不知道 心毒 心的里面毒 就是你很多东西怨对放不下去 你的怨恨放不下去 当我的很多东西之作 放不下去的时候 你免疫力会下降的 结果那次跟那个 她讲完之后 她说好啦 什么都不管了啦 结果她这几年 就很开心的 那她本来还有另外一个结结 我们在调了大概四年再看 那结局也不见了 她现在每天活在快乐当中 她每次去登山去接触大次兰 因为她喜欢插插花啦 她每天插 还去插插花艺比赛 她每天做该做的运动 然后该吃一样 是不是该吃 晚上好好睡觉 然后她现在说 她现在放下之后 内心的怨队 厌勋 内心的不开心 都没了 所以我觉得跟免疫力 有很大的关系 这怎么要放下跟转念啊 我们常常这个想这个事情 上面是一个像 我们如果今天无像之后 没有执着的时候 这个像拿掉 底下生一个心 你会回归到自己的本心 如果我的心上面放的像 你每天想很多 你会被心会压得非常的承受不住 或者说有人每天为了财 为了名利 思想太多 思上面就是个田 田是代表钱 我每天为了赚很多钱 赚很多田 但是我把这个田拿掉 归给到本心 心就轻松很多 我借由这两个字 就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自己看人生的态度 因为我看太多的生老病死 我觉得成住坏空 生老病死 是一个人一定会碰到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了解 生命的本质 回归到那个初心 很多事情都化解掉了 也是好大资论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得到了这个 重要的抗癌资讯之外 我们也得到了 开示的 违归本心 没有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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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好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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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